我叫帕迪布里亚森 我是浅摩县防风自杀工作站的一名自杀工人 我一直在干这项工作 没想到一坚持就坚持了16年 这个树苗像自己的孩子 所以还是割舍不下 拉管道的时候我们就是人工铺设 那时候没有机械 我们就那时候特别累 然后一天要来回徒步走多少公里 到最后累得不行管 抱怨上一会发一会牢骚累了 好了 卸够了又起来又继续干 17年的时候 有一个飞房机子过来到这里 我在我们这个自杀的林地上空 飞了一圈下来 哇 反正是特别的震撼 一片沙漠里面出来一片绿洲 原来自己干了这么个了不起的事情 所以当时就觉得特别值得 我明天见一位 那我就问我 我明天见了 我明天见了 这个全世界就读得了 你和我听说